一艘大船停靠在东非港口 这看似普通的景象 却具有重大意义 英勇指挥官号30号抵达非洲之脚的港市及布地 船上2.3万顿古物将让150万伊索比亚人填饱一个月的肚子 我们从WFP的观看来 在这个地区的产品里需要 在伊索比亚 东非还有其他八个国家 包括索马利亚和卢安达等 英甘汉共约8200万人急需粮食援助 所以美国的状态是非常严重的 能够从伊索比亚的肚子 进入那种群体 以充分的患者是非常重要的 索性在美国的赞助下 未来几周预计还会有15万顿的股物 从乌克兰运送到非洲各处 大爱新闻陈燕荣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